神奇變身水 我很喜歡這一本很可愛的繪本 叫神奇變身水 因為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變成別人 我希望可以變一個很漂亮的女明星 或者是我可以變成很高的模特兒 但是看了這本書之後 我覺得我還是做自己最好 我們來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神奇變身水 這個是一個很厲害的巫師 怎麼說他厲害呢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很會變魔法 他是來自蛙拉逼蛙羅鎮的巫師 他在整理他的神奇變身水的時候很奇妙 因為他都搞不清楚 哪一瓶裡面裝的是可以變身為什麼的變身水 突然有一個敲門的聲音 在他整理他變身水的時候 巫師就很不耐煩地說 誰啦 去去去 走開 我很忙 正在門口的是一隻小老鼠 這個小老鼠他已經很習慣別人跟他說 騎騎騎 走走走 他就跟那個巫師說 嗯 我想要買一瓶神奇的變身水 巫師就問他說 你想要變成什麼 我也不知道耶 我想要變成一個別的東西 巫師說 欸 好 他給了他一個沒有標籤的變身水 拿 這個你拿去 然後小老鼠就問他說 這瓶可以變成什麼啊 他說 可以變成別的東西 蛤 什麼是別的東西啊 你不是就是想變成別的東西嗎 拿回去之後呢 這個小老鼠就想 這個神奇變身水裡面裝的是可以讓我變成什麼啊 他猜猜看 可以變成小鳥嗎 好像可以耶 可是 如果我變成小鳥 我要吃蟲耶 我覺得好噁心喔 算算算 我不要變鳥 或者是 可以變成蜜蜂 哇 可以飛喔 可是蜜蜂 他要一直工作耶 這樣好累的 嗯 小老鼠他也不想要變成蜜蜂 或者是可以變成螞蟻 螞蟻可以去野餐耶 可是螞蟻好像常常被人不小心用腳踩到紅 那到底要變成什麼彩虹呢 小老鼠左思右想 後來他想一想 欸 我變成一隻貓好了 好像可以很厲害齁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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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要吃老鼠耶 他想一想 就覺得快要昏倒了 後來他照了鏡子想說 那不然 變成一隻老鼠 他已經是老鼠 他變成老鼠幹嘛 就像把蛋黃不小心滴在一個黃色的圍兜兜上 他就根本看不出來他有變啊 他想了又想 算了 他就敲敲門跟巫師說 巫師就問他 你變了 小老鼠說 嗯 你覺得我應該變成人 你變什麼了 我本來是一隻很不快樂的老鼠 但是現在 我變成別的東西 巫師就問他 那 應該是神奇變身水的功勞吧 小老鼠說 嗯 我想是吧 巫師好高興喔 他說 欸 這是我神奇變身水第一次成功 太高興了 看起來 他好像有雙重的效果喔 小老鼠就說 嗯 我覺得 這一瓶神奇變身水很神奇 因為他讓我們兩個都變快樂了耶 從此以後呢 這個巫師他的變身水就變得很有名 他回到他的屋子裡 把他的那個變身水的表現 全部通通拆掉 很多想要變成別的東西的人 都來到他的屋子裡面 跟他要一瓶神奇變身水 告訴你喔 他的神奇變身水 非常非常的有效 重點是 你千萬不能把它打開 因為你打開之後 目法就會不見了 所以 你想變成什麼樣的人喔 我還是左思右想 到底應該變成什麼樣的人 我想一想 算了 我還是當我自己好的 因為我最了解我自己的優點 我最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麼 我最知道要怎麼樣帶給別人快樂 所以神奇變身水在哪裡 那個魔法有嗎 低頭看看 用你的右手摸摸你左邊的心臟 哇 我這邊好像有一瓶神奇變身水唷 愛就是跟孩子說一個好故事 有兩瓶神奇睡annie 神奇再有等了 在 refle�on 是一個靓內地變身水唷 那不就是這真的 每一個最都騒 以後 就是當眾人